歡迎收聽真式抱歉,我是萱 我是導女 我是GG,這麼突然的喔 我故意的 可惡 他還在喝水 好可惡喔 他剛剛眼睛好大 為什麼要這樣子陷害我 我剛剛還想說什麼都開始 然後發現GG在喝水 就是這個moment 我想要開始 我們通常不都是閒聊一小段才開場的嗎 你看這樣不也是閒聊一小段嗎 好的好的好的 好,我們來聊一下愛情好了 我們這邊聊愛情頻率是不是有點高 愛情像是流淨 我要隨時講,我要空氣 肩膀真的是很靈活呀 蔡依依也是這樣 要空氣 現在這個 現在這年代的小朋友還喜歡蔡依依嗎 喜歡吧 蔡依依很紅欸 他是長青樹欸 長青樹就不會小朋友喜歡啊 不會,長青樹比較像余天 沒有,才叫長青樹 那你小時候會喜歡廢翔嗎 他也是長青樹啊 就不會啊 還好欸 小時候喜歡誰啊 林志穎 他也是長青樹啊 你小時候喜歡林志穎 那真的蠻久的欸 很復古的偶像欸 真的 小時候欸 4、5歲的時候就是他最紅的時候 你4、5歲有在聽歌喔 就是廣播吧 林志穎是小虎隊嗎 誰 林志穎不是 他就是林志穎 他是不是叫什麼快打 不是 他叫小旋風 對對對 不是快打旋風 小旋風啦 沒有,小虎隊是 蘇友鵬 吳其龍 跟另外一個是誰 沈志鵬 沈志鵬 沈志鵬是演八點檔的 哈哈哈哈 你怎麼知道我在想哪一個 他娶一個跟他年齡小他很多的 一個女生 你也知道在這 你真的好多 來會考試100分 因為我剛好 就是看那個 就是網路上 那個小姐不惜地的那個 片段 因為他們都會剪節目片段嘛 然後就是那個沈志鵬的 老婆就說 什麼 因為他們年紀差很多 就說 什麼你嫁老男人嗎 你都不用煩惱什麼 你只要拎包入住就可以了 因為他已經有房有車 有什麼有什麼有什麼這樣子 好棒哦 我也想要拎包入住 那一段滿好笑的 真的嗎 你真的好喜歡看 徐七弟的那種網路影片 真的啊 現在康熙的真的好好看 可是你有覺得現在的那一個 就是什麼 其實很少看小姐不惜地 是嗎 因為我覺得跟以前 風格還是不太一樣 節奏可能也不一樣 對節奏也不太一樣 OK 好 然後我們這禮拜的 愛情這件事情 其實我們之前聊過了初戀嘛 也不是講 聊過第一次約會嘛 對 那實際上 你第一次約會之後 對演了之後 你是不是應該要培養一點感情 你是不是要讓別人愛上自己 哦 你剛想要做一些什麼 做一些 一起才可以做的事啊 哈哈 OK 就是例如 愛上彼此 哦對對對對對 倒是 我都想到別的地方去了 那就是你誤會 哈哈 不關我的事啊 哈哈 欸 了解彼此很重要嘛 對啊 對 然後跟 但了解彼此也不是只是問什麼 什麼啊你什麼星座呀 可是了解了才會分開啊 哈哈 我們這一集就結束了嘛 哈哈哈哈 因為了解而分離嘛 對啊 天吶 俗話不是這麼說的嗎 好 謝謝大家 哈哈 結束這一集 對 不再有愛了 這一集的時長大概兩分鐘 哈哈哈哈 謝謝他的兄弟 哈哈哈哈 愛情就這麼短暫 我們下次見 哈哈哈哈 好 我們其實在 我在之前跟朋友吃飯的時候 他們有跟我們說 因為我們在聊 每個都兩兩一組 就是情侶這樣 然後就有一些情侶就說 啊 我們最近可能遇到一些困難 就有一個人就說 欸 你們可以玩那個 三十六題愛上你的這個東西 然後我以為他在叫我們看那個 那個 唐企揚的節目 不是 是真的 他們節目名稱是 叫三十六題愛上你 好像真的就有一個 這樣子的一個組合題目 嗯 所以他應該是真的是有這個題 然後我們就可以打開來看 發現每一題都是 可以聊很久 蛤 真的假的 嗯 對 我們這一集是要做 思考 我們要分上中下集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太有野心了 我想要做一整年 哈哈哈哈 太有野心 一題聊一集 哈哈哈哈 可以做三十六個禮拜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好棒喔 OK好 然後我們來看一下 其實現在桃女眼前已經有題目了對不對 對 你看得到嗎 我看得到 可以 它分三個階段 對 然後我們先從初階的開始 那我也覺得大家可以 就是聽完之後 大家自己在節目裡面 或是現在 如果你跟朋友一起聽的話 你們也可以互相詢問自己的答案 可是這是聊天可以 拿出來的題目 我覺得是欸 我覺得是可以的 真的喔 會不會聊得太深入 它是很深入的題目嗎 嗯 滿深入的喔 喔 真的假的 有一些題目你會真的開始思考 就是你人生沒有思考過這樣的問題 喔 對 好 那第一題請桃女來跟我們說 好的 好 如果你可以選擇任何人來當你的晚餐嘉賓 你會選擇誰 這不就誰來晚餐嗎 哈哈 誰來晚 又是唐啟洋的節目 哈哈哈哈 公式是不是可以用這個東西這樣企劃 哈哈哈哈 晚餐嘉賓喔 喔 嗯 我想想喔 我會想要找 你們會想要找親近的人 還是找永遠遇不到的人 遇不到的人 我會找遇不到的人欸 嗯 但是要覺得他是溫暖的角色 他你可以吃得下飯 對 就是跟他聊天不尷尬的 嗯 對 我想要找張宗某 蛤 好特別喔 他其實很幽默欸 他其實是一個蠻幽默的人 然後你就想要 從他身上挖一些知識回來啊 喔 對啊 還不錯 還不錯 對不對 有用處 但是這是比較務實的考量啦 你們呢 我剛剛比較想要找演藝人員那一類的 我剛剛腦海想到的是偶像類的 啊 你說你的那個嗎 A Seraphim 對 A Seraphim 但是你只能挑一個 你要挑誰 我只能挑一個 對 對 而且你要用韓文跟他對話 那就Sakura好了 喔 好 所以我現在講 我自己也不知道是誰 好 所以你要挑 你真的要挑一個偶像 對啊 Sakura OK 好我想到了 我想要他煮飯給我吃 我想要挑阿成詩 喔 而且還是法式料理 對對對 誰來晚餐是你要煮給他吃 公視的節目是這樣演的嗎 他只會在你煮好那一刻下車 對耶 那我可以先切好菜 我怕阿成詩會對著你說 真難吃 沒有意識到你完全搞犯了 對這個遊戲的玩法 哈哈 而且我真的沒有想過 他在恰恰想的題目是為了自己口服 那個成 這個保自己的 不是口腹之魚 對口腹之魚 不是說你可以選任何人來當你的晚餐嘉賓 是晚餐喔 不是午餐 也不是早餐 他是晚餐嘉賓 不是晚餐主廚 哦 哈哈哈哈 嘉賓捏 對啊 嘉賓捏 你會讓嘉賓煮飯 哈哈哈哈 顯然桃女不會玩這個遊戲 對啊 好來 第二題 第二題 桃女 你希望自己出名嗎 希望自己以什麼方式出名 出名喔 嗯 哦 我希望 你已經出名了 你希望以 以什麼方式喔 但你有想過你是以敏迪選讀的方式出名嗎 以前呢 我想要當明星 哦 你要自明星啊 你說唱歌那種 還是跳舞 我以前想說玩明星志願1 哦 有時候 就是有人說像model明星 哈哈哈哈 對 法拉利節 對啊 法拉利節 對 我想要做明星 就是岡山法拉利節 岡山法拉利節 那你高中沒有想要考什麼藝校 沒有沒有沒有 因為 這會怎麼做明星 我就會覺得 以前看那些偶像 他們也都不一定是讀藝校出身的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哦 好 可以 我知道了 你一定是想走在路上被 刑探挖掘對不對 對 哈哈哈哈 我就算是這種人 所以走在那邊開始跳舞 你就會想說自己的美貌程度 在路上一定會被挖掘 哈哈哈哈 可惜事與願違 哈哈哈哈 都沒人挖掘 哈哈哈哈 只好自己努力寫新聞 哈哈哈哈 對 就會做 拋棄了做明星的這個路 對啊 哦 本來以前是想要這樣 反正就是 就是從小就想紅 嗯 想要被注意到 哦 對對對 嗯 我好像從小沒有想過 就是要出名這件事 對 我反而是不想要被注意到 為什麼 就反而別人來跟我講話 我就覺得 怎麼辦 所以你完全不想要變 想要出名 嗯 不會 出名跟變紅 我覺得好像不太一樣 哦 對 變紅是那種藝人式的那種 大家很喜歡你 嗯嗯 但是出名現在有各種方式 就是有知名度而已 哦 所以大家知道你是誰 對 我代表是所有人都愛你 對 嗯 對 所以可能 有名呢 有名是 陳靜心那種 哈哈 你希望你是陳靜心那種哦 沒有啦 也太暴力了吧 我都不知道你這麼狠毒 現在孩子們知道 陳靜心 對 你可能要講什麼啊 就是以前的那個綁架案 非常的 猖獗的時候 他是最有名的那一位 對對對 因為他綁架的是 白冰冰的 白冰的小孩 對 女兒 好啦 那現在有新目標啦 這是什麼 就是要以真式抱歉出名 哦 對 對不對 這我們有共識 有共識 所以這種的出名 你們兩個就可以了 這種可以啊 算是一個目標 對啊 算是 嗯 所以可以因為真式抱歉 然後被認出來 被大家喜歡 這桃女可以接受 那你覺得你要紅還是要出名啊 以真式抱歉之名 蛤 紅跟出名的方式 就是有可能真式抱歉就是 爛到出名 哈哈 但你很紅啊 大家都很喜歡啊 當然還是希望被喜歡的 就像大家都會私訊說 桃女真的很適合紅唇 或是紫黑的唇 哈哈哈哈 下次試試看紫黑 這種可以嗎 這種可以 現在是紫黑 好 好 太棒了 再來第三題 好 在打電話之前 你是否曾經預言自己要講什麼 為什麼 喔我會耶 蛤 真的喔 打電話之前 就是你要練習一下 你等一下電話中要講什麼 可是你是跟朋友也會嗎 喔跟朋友不會啦 我是比如說工作 或者是訂餐廳 訂餐廳也要喔 對對對 訂餐廳要啊 訂餐廳你要先想說 我等一下打去 要先問他說 我 要先問他說 你可不可以定位嗎 還是要說 我要定位 還是要先問他說 我有幾個人嗎 還是要跟他說 什麼時間有嗎 我覺得 打餐廳需要欸 因為他們節奏很快 對 然後如果你不講好的話 他就說 沒事了嗎 我要掛電話囉 這樣 對 你要先想好 會不會以為那種電話 是你等他問 就給他答案就好 沒有 而且有時候 如果你有特殊需求的話 然後他又很快 你又來不及 插話進去 對 那會很惡腕 對 喔 打回去就好了 阿姊 有時候打不進去 真的 欸 講得很好 你知道我那時候 就是要訂那個 公司尾牙的 那個餐廳的時候 我就是狂撥了 上好幾百通的電話 終於打進去那個餐廳了 然後我就跟他說 欸 可是如果說 雖然我現在訂到位了 但是如果我之後 譬如說 因為人數異動 或什麼 對對對 我需要改的話 或是我有什麼問題 想要問的話 你們有沒有別的 就是 專線 對 專線我可以直接打進來 嗯 我也是這樣 他說 沒有嗎 啊 我說 所以我要再打 100通嗎 他們很不專業 就是請再試試看 哇 對 我也會這樣子欸 就比如說你 因為像中華電 或是銀行的信用卡客服 你已經按了N百個數字 之後 都已經要接到人了 我就會說 好 那 因為他就會說 那你先試試看這樣做 對 我就會跟他說 那我如果試的不成功 我接下來還可以聯繫誰 對 因為我就一定不會轉到你身上 對 我也是會這樣子去要一個後續的方法 對 沒錯 哦 所以其實你是會思考 我好像不太會欸 就是不管是打給客戶 還是打給爸媽 就是親近的或不親近的 我好像就是 兵來降檔 哦 因為我是個不主動打電話的人 我就是通常大部分就是接收電話 哈哈哈哈 我喜歡文字大於電話 哦 但是如果今天是業務 我要打電話開發客戶的話 當然就要 就要先想好對不對 對啦 一定要啦 對啊 我也是 很緊張欸 嗯 沒錯 打去跟客戶道歉也很緊張 那些你好搞 你也有在道歉的啊 之前會啊 蛤 你要道歉什麼 就是譬如說 假設什麼東西辦完了之後 然後可能真的發現 欸 漏掉了一個部分 或是漏掉他需要簽名的 那你就是需要 打電話請他回來 那就真的就不好意思 這樣子 對啦 對啦 而且你會把那個 那個補償方式全部都想好 對 就他都沒有要 就自己先去琵琶講就可以這樣 對對對 對 他會講 好 OK 再來第四題 好 第四題 對你來說 一個完美的一天 必須具備什麼元素 哦 呃 我有一個大方子 哈哈哈哈 完美的一天 好大好大的方子 我覺得徐芸一定要有 很充足的陽光 哦 哦 陽光竟然是必要元素 對 你不可以去北歐了吧 你這個北歐不就很難過 北歐不是 不會啊 他可以去永秀 我可以下前去啊 那一段時間 欸 對哦 對 不會永夜的時候就這樣 對啊 整個退黑激素都不會產生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整個退黑激素都不會 我 陽光 那我呢 我覺得我 呃 首先一定不要工作嘛 對不對 對啊 工作一定是 不可以在那天出現的 然後我 我老實說 我那時候看到這個題目的時候 我現在想的是 我好像已經 進入到這個狀態了 完美的一天嗎 每天都是完美的一天嗎 天啊 因為 這有夠不要臉嗎 哈哈哈哈 我到底什麼時候才可以 講出這種話啊 哈哈哈哈 只要你熱愛你的工作 你就可以講出這種話啊 哈哈 我前兩天才在茶水間 遇到我同事 剛剛說我從二十幾歲就認清 我不適合工作 哈哈哈哈 同事會很為難 因為我同事傻眼 那你要認清 你要工作一輩子了嗎 我還沒有認清那件事 哈哈哈哈 但是我覺得我現在很完美 就是因為我現在其實 基本上是一種 不太認真需要工作的狀態 我每一天寫文章 大概就寫三到四個小時 嗯 剩下的我就是自由發揮 嗯 所以你說我 真的在工作嗎 對 寫文章是工作 那剩下我可以看書啊 我可以打電動啊 那為什麼你永遠都說你很忙 因為我就會接了很多奇奇怪怪的事情 什麼 這是抱歉嗎 沒有 例如 我沒有 我說沒有 我說沒有 你 你被他挑撥了 我現在跟他同一件事 為什麼 因為我有完美的一天 對 因為你真的說 寫文章是工作 欸對 我覺得 這就對於你怎麼判斷 哪一件事情是 是負擔 是不想做的 所以像我還有 我上週還有去中研院演講啊 然後我還有去 舒展聽一個沙龍啊 什麼的 那東西其實也是跟工作有關 但我就不覺得那個是 工作 對 負擔 可能是有工作 但它不見得是一個很大的負擔 所以我就會覺得說 那這些事情 我都還可以處理 但重點是我有時間打電動 對 我覺得是 有時間做自己想做的事 就是完美的一天 的確是 沒錯 句句還沒是不是 對 我還沒 因為我真的沒有想到 什麼是完美的一天 蛤 真的喔 你想不到 你覺得你還沒有活過完美的一天 我想不到 那最完美的一天呢 就是也許你活的那個當下很快樂 可是你不知道 什麼是完美 就是它到底是不是 你堅決最棒的一天 那你的人生當中 目前有沒有一個 就是你完全可以 它是一個極限的概念 就是永遠有更完美的一天 對 對 怎麼辦我是不是就是 最好只有更好的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沒有最好只有更好的 我覺得 對 不過然這是一個追求 可是你應該要有一個 里程式的 慢慢一步一步達到 要不然你就會永遠覺得 自己不滿足 喔 我有覺得很感恩的一天啦 喔 例如 就是 例如 譬如說我之前要 處理高雄房子的時候 嗯 那我不是跟了 跟你們求救嗎 嗯嗯 對 然後求救那個時候 就是 大家都非常快就給我回應 就是不管是 不管是 答應或不答應 答應或不答應 但是我那個時候真的覺得 好感恩喔 喔 我那時候真的是坐在馬路上大便 然後真的心存感激 一定要大便的時候 所以 才感到感激 原素是大便 不好意思 因為我就是做完這次之後 我就去大便 然後在那個當下 我就是回顧剛剛自己的心情 然後覺得 真的太感恩了 眼角泛淚 所以感恩對你來說 會讓你開心 就是度過一個難關 喔對 度過一個難關 順利的度過一個難關 對對對 喔那你的完美一天門檻很高 因為你要有 你要有很多難關 我幫你設計好了 好我希望我可以不要有難關 好不好 我希望我就是舒舒服服的 然後就是很自在的 做任何 對其實大家完美的一天 明明就是 不要有難關就好 可是繼續去 是要完成那個難關 才會覺得開心 都有點傻眼欸 好抱歉 你可以想像一下 比如說你在家裡 最喜歡做的事情 或是也不一定要在家裡面 嗯 你今天有一個完整的整天 你完全不用思考工作 嗯嗯 也不用來錄正式抱歉 嗯嗯 你會怎麼安排這一天 躺在沙發上 對 哈哈哈哈哈哈 沒錯 一整天 哈哈哈哈哈哈 不好意思 但對你來說這件事是完美的嗎 還是它只是放鬆的 我覺得蠻好的啊 而且我那個時候 如果不覺得 就是我當下的心情 如果不覺得孤單 我就會覺得很完美 然後跟我不用太去思考 心靈很複補 或是我吃到想要吃的東西 那一天 就是可以黏在沙發上 然後又吃到想吃的東西 然後又不會覺得孤單 就覺得啊真棒 OK你找到了啊你找到了 哦好 美食 好 美食跟沙發 美食跟沙發 對 但是孤不孤單這件事好難 好難想像 就是你什麼時候會有一個孤單的感受 欸你不覺得有時候 其實你自己一個人的時候 你是會覺得 哇今天跟自己相處是太棒了 然後 就是都不會有人來打擾你 沒有人管我 可是有時候你自己在家的時候 你就會覺得 為什麼沒有人約我 哈哈哈哈 為什麼今天沒辦法出門 那是一個心境上的不同 對對對 心境上的不同 我完全不會也沒有人約我我完全沒有差 嗯 因為我已經習慣 你們已經不約我了 因為我都會拒絕 對啊 所以是誰的問題 哈哈哈哈 但是誰造成的 對我來說 那就是完美 OK 就是我可以不出門 嗯 那是很棒的 OK OK 所以各自取捨真的是不太一樣 好完美的拒絕 哈哈哈哈 好 再來 第五題 好 你上一次唱歌給自己聽是什麼時候 剛剛 上一次唱給別人聽呢 都在剛剛 真的耶 哈哈哈哈 嗯 沒錯 我今天早上要唱歌給自己聽 我其實也是每天 你們會唱一樣的歌嗎 還是就是最近在聽的歌 最近在聽的 而且 像例如 就是前陣子過年的時候 我不是就一直看甄嬛嗎 我跟小花就會無時無刻都在那邊 爽爽金針菇 哈哈哈哈 爽爽金針菇 很棒很棒很棒 我有時候也會這樣 哈哈 然後有時候再搭配一些舞蹈動作 哈哈哈哈 對啊 這無時無愧 然後你也會嗎 我不太會耶 嗯 你好像不太會唱歌 嗯嗯嗯嗯嗯 那你快樂怎麼表現出來啊 快樂喔 嗯 快樂需要表現嗎 欸 這是什麼哲學問題 抱歉抱歉 抱歉 欸 快樂需要表現嗎 譬如說我們那個當下就是 我想要唱出來 然後舞動 舞動就會覺得快樂 對啊對啊 哦 我會覺得快樂表現出來 也是 是讓快樂加成 嗯 是一個快樂的展現啦 嗯嗯 但你完全不需要 我的快樂比較內斂一點 哈哈哈哈 顯得好像我們很 我想就是笑話別人就是你的快樂 哈哈哈哈 這到底也是一樣 欸 我覺得 但我覺得導演你接下來可以嘗試著偶爾唱歌 唱出聲音來 唱歌然後跳舞 你說我自己的時候嗎 都可以啊 第六題 如果你能夠活到九十歲 而你能選擇保有三十歲的身體 或三十歲的心靈活力 你會選擇保有哪一個 哦 可是如果我有三十歲的身體 那我的心靈是怎樣 九十歲的心靈 心靈跟年紀無關啊 對啊 那我當然會希望保有三十歲的身體 對啊 九十歲的心靈是怎麼樣 是我已經失智了嗎 是這個意思嗎 他也沒有這樣 哈哈哈哈 那我不想要失智啊 我誰都不記得 欸 這倒是蠻像的 而且有時候 三十歲的心靈活力是不是很低落 因為就是財務負擔啊 對 沒有熱狠 還是主家庭啊 哦 嗯 真的欸 欸你們有看過福利連嗎 葬送的福利連 大概半集 半集 我跟你講他的後面的概念是什麼 就是福利連是一個精靈 可是他活在人類世界裡面 然後他可以活千年 可是人類都只能活 就是六七十歲這樣 所以對他來講 他看到人類很在意的事情 他都覺得很沒有意義 哦 會不會九十歲 會不會看破這個世界 對或是就是 之後會變好的 對對對 就這樣子啊 一個循環什麼的 所以會不會九十歲的心靈是這樣 就一切都好沒有意義 嗯 很無畏 其實啊你這樣講齁 你現在去看大學生的煩惱 你也會有這種感覺 啊 是比較直啦 對對對 因為你本來每個年紀 你看過的 經歷的事情都不一樣 嗯 那因為你已經過了 九十歲那個還不錯啊 嗯 對啊 那我當然是三十歲的身體 九十歲的心靈啊 對啊 如果這樣的話 我也要九十歲的 身體 嗯 三十歲的身體 九十歲的心靈 三十歲的身體 九十歲的心靈 然後就環遊世界這樣 對 然後無憂無力的環遊世界 對對對 因為身體會老 可是心靈可以 永遠保持年輕 我們人老心不老 對 好 好那這個 OK這個蠻搭 蠻有共識的 嗯 很好選 嗯 第七題 你對於自己將如何死去 是否曾有過神秘的預感 預感 蛤 蛤 我自己 我自己 夢算是嗎 怕不怕死吧 你知道我有夢過 我被同事殺死嗎 蛤 而且是一個 完全在工作上 沒有接觸的同事 哈哈 但他就恨你很久 他也沒有恨我 我一起來想說 為什麼 為什麼是他 哈哈 哈哈 應該是別人啊 就拿刀啊 他拿刀殺 好適合喔 真的好狠喔 我有夢過被追殺欸 真的喔 嗯 但是我夢到的是 被騎扫帚的巫婆追殺 哈哈 好適合你的夢 不曉得在我 就是七八十歲 接近死亡的時候 會不會已經 科技進步到 有騎扫帚的巫婆 哈哈 有可能欸 有可能欸 他只是說 因為是那個 很高科技的 然後他弄上了 那個哨索的外型 對 高科技飛行器 對對對 然後被他撞死 對對對 會不會上面是桃女 哈哈 小心 很有可能 扮成巫婆的樣子 哈哈 鎖命一輩子 對 哈哈 我覺得 我沒有想過 我會怎麼死 但是我其實 真的蠻常在擔心 自己會死掉 蛤 你知道我在開車的時候 嗯 我會有一個 奇怪的習慣是 我會突然間 看後照鏡 有沒有車子高速衝過來 哦 就明明這件事情 你不太可能發生 嗯 但是像比如說 我會很常看到一些 新聞事件 然後他就記在我腦袋裡面 比如說 我會這樣子是因為 就是你還記不記得 有一次 陽明山有一個 非常嚴重的車禍 嗯 陽明山有一個 超級大的 卡車 那種 幾噸重的那種 貨櫃車吧 但我記得 蔣介石有在陽明山 出過車禍 然後之後他的身體 就每況愈下 你這次對蔣介石的事情 兩若其掌 這樣讓我們 還沒有參與 對 哈哈 我們都不知道蔣介石的故事 哈哈 謝謝你的姿勢 是那個人的車禍嗎 不是 解釋的故事 好 我們回到原故事 就是那個時候 是那一台 陽明山的 那高速的卡車 就是他就高速 他好像剎車壞掉 嗯 他就 衝下來 從山坡上衝下來 然後 他就直接 衝撞在等紅綠燈的 兩旁的車子跟機車 哦 然後你那個新聞畫面是 嗯 甚至是有等紅綠燈的車子 直接飛到二樓上 嗯 你就知道那個 衝擊力道有多大 然後其中有一個 摩托車騎士是 我朋友的弟弟 哦 然後就是半身 嗯 就是 就是 半身步伐在 動 半身步水 對半身步水 這樣 然後我就看到那種新聞 嗯 我就會 寄在腦袋裡面 然後我就會覺得 我現在在開車的時候 我後面有沒有台車要衝撞我 嗯 所以我很常會時時刻刻會 會活在一個警戒當中 那你有沒有想過開快車其實是你 哈哈哈哈 所以你要擔心是前面的人 不是後面的人 哈哈哈哈 啊倒是沒有想到這件事 你剛剛好好遵守是 所謂的交通規則 哈哈哈哈 好我努力 哈哈 因為有時候覺得 就是如果真的意外的話 天外飛來橫貨 那個是誰都沒有辦法控制的 哦 那也許就是命啊 是哦 那你搭飛機 會不會擔心自己會墜機 我就想說 如果墜機 那就是命 真的 對 可是我希望它是 就是砰 就沒了 哦 不要在那邊 就是瞬間炸毀了 不要讓我就是心靈有折磨 可能這樣上上下下 然後快要醉 快要到海上 但又翻又爆炸這樣子 哦 ok 然後斷了半隻手 然後還在那邊再負再負 對對對 所以我覺得最好 就是讓我在睡夢中 睡夢中 嗯 走掉 自然 最幸福的 最完美的一天 最完美的一天 哈哈哈哈 那是最完美的一天 可以耶 因為回到第四題了 對 再沒有煩惱了 哈哈哈哈 好的 好可以 再來 下一題 第八題 說出三個 和你對面這位女 是先生的共同點 共同點啊 共同點啊 我們大學同學啊 喔 我們是大學同學 對啊 我以為是個性這樣 然後我們年紀也一樣啊 哦 同一年出生的 那倒是 然後生肖也一樣 哦 等一下等一下 我們現在年紀不一樣了 哦 年紀不一樣 因為有人35歲了 對 我們兩個34歲 真老 是那個老女就不說了 哈哈哈哈 哈哈哈哈 為什麼真的 每一年都可以變公子啊 哈哈哈哈 抱歉 抱歉 OK 所以對共同點 真的蠻多的 個性上好了 我們不要那麼 取巧 個性上都都好 個性喔 我覺得我們現在 個性差很多 幽默 我們有幽默 可以這樣自己說嗎 對啊 好啦 幽默還可以 可以啦 就只有幽默嗎 對我們個性真的差蠻多的 對 善良 對我們都很善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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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對我們都 不喜歡工作 欸沒有 我沒有不喜歡工作 哈哈哈哈 你幹嘛餅我們包自己啊 我也沒有討厭工作 哦你也沒有 對對對 可是我也說不上喜歡 你們現在是把我推到一邊去 是不是 哈哈哈哈 我現在是被流放了嗎 哈哈哈哈 我們邀請你成為我們這樣的人 好像你們去上班都沒有怨言一樣 哈哈哈哈 我有說也太早了吧 哈哈哈哈 就這樣子而已 應該是這樣的怨言 哈哈哈哈 也太早了 哈哈哈哈 就是每天都可以說一遍 對對對 還有嗎 個性上 個性上喔 喔 她是說 說出三個 喔 三個就夠 像我們剛剛說出了 善良嘛 善良 然後 說 沒有 沒有 就只有善良 幽默啦 待人真誠 喔 可以 好 可以 這個可以 嗯 好 有了 再一個 再一個喔 好難 這三個啊 身高不高 哈哈哈哈 我剛剛有閃過 三個身高都不高 因為本來想講肥胖但逃女沒好 大家找我本人只有150公分嗎 哈哈哈哈 你不可 你怎麼能只150公分 你沒有為人真誠了 開玩笑 哈哈 你真幽默 幽默 幽默可以可以可以 所以為人真誠 不真誠跟幽默 你就這裡拿幽默再代替 我跟你講 真誠跟幽默有時候就一線之隔 你要怎麼樣讓人家覺得 就是你幽默 你又真誠又幽默 但是不失禮節 不失禮節 對 然後你這個人 還是很有禮數的 嗯 OK OK 好 可以 這是有很會拿捏的 啊 我最不會 哈哈 陶妮應該也真的不會 我還行吧 他就是最失禮節的那個人 我覺得你不會 可是我會說抱歉啊 不能攻擊完就說抱歉啊 你們就沒有嗎 像你的夢裡 如果被你同事捅兩刀 然後跟你說抱歉抱歉 這樣子可以嗎 哈哈 我說好沒關係沒關係 哈哈哈哈 好容易原諒他人 哈哈哈哈 好 貝舊提 你在人生中 你最感激的事情是什麼 喔 這點很難欸 我剛剛是不是講啦 你算是有 我剛剛算是 就是我剛剛講很感恩的 我買房子遇到困境的時候 喔 OK 那真的是我人生中 前幾名就是覺得 很感恩的時刻 喔 因為那真的是 你面對到的危機 嗯 當下的危機 對 我的話我會蠻大的範圍 我會覺得是 感謝我 媽媽 嗯 姑姑啦 嗯 就是感謝這個家庭啦 也感謝我爸 但是不同的感謝方式 就是感謝說 就是 我能夠變成現在這樣子 我覺得家庭教育好重要 嗯 所以我覺得是感謝 他們以前的教育方式 嗯 因為他們是用 非常開明的教育方式在教我 然後給我電動啊 給我電腦 嗯 所以這個就是我的感謝 好 給電動就感謝了 哈哈哈哈 最感激喔 真的好難喔這個 為什麼 因為我完全沒有想過 這件問題嗎 就是 你要每天都有好多 可以感謝的事情 可是你要說最感激 喔 你就會突然卡住 或者是你感受最深刻的一次啊 嗯 他其實就是啊 對啊 最深刻的一次 比如說工作上的嗎 還是我們要幫你再去指引 工作上的 還是感激上的 工作上真的是沒用 哈哈哈哈 剛剛誰說不討厭的 哈哈哈哈 他都靠自己啊 喔好好好 或者是情感上的 對啊 資助啊 喔 或是朋友間的 嗯 學業上的 學業上的 考試啊 可是應該說我也沒有 好像沒有 真的到很難關的地步 喔對啦 嗯 對啦 嗯 因為像我 我就是童年是難關啊 如果 童年是難關 如果說最難關的 應該是我回來台灣之後 我 看不懂中文字那個時候 喔 OK 然後我老師有 就走 對不起 你嚇到 我以為是你 二十幾歲 研究所回來 喔沒有 突然看不懂中文字 七歲的時候 七歲的時候 喔對對對 你又兩次出 出來的台灣 對對對 七歲的時候 然後那時候 我就是 老師就有投印我 就是 我的考卷啊 我都是在別人 就是其他的教室 然後有 看得懂中文的人 來幫我唸題目 哇 然後我回答 很用心欸 對 應該不然我就被死蛋 我就避不了小學了吧 哈哈哈哈 我不知道 真感恩 哈哈哈哈 真感恩 還好 頭女現在跟我們 就同一個大學 對 冰淇瓶做 對謝謝 對老師 好 謝謝頭女老師 可是他那個是 長期大人嗎 還是 對對對 就是 是我爸媽有跟他們 聊過啦 喔 然後他們也同意這個作法 就花了一個心思 在這方面 就是還蠻有彈性的 欸那這樣講 你真的是 不會讓我考零分 我們之前 你有聊過 你去美國的時候 你是 不會講英文 然後就被排擠嘛 就是說 他們不知道 怎麼跟你講話 對對對 然後你兩年之後 你又回台灣 又再一次遭遇這個 不會中文的狀態 對 我會講啦 可是我看不懂 所以是我生活 是沒有問題的 喔 可是考試 而且我在美國 我也沒有什麼考試的概念 嗯 然後其實那時候 我考試 不管拿幾分 其實我應該是沒有感受的 嗯 那什麼 就是你不知道 那個是什麼東西啊 喔 美國完全沒有分數嗎 對 你給我一個分數 我也不知道那是什麼 啊 美國有A加 ABC 對對對 對對對 嗯嗯嗯 哦 就是 我不知道你們 有分數概念是什麼時候 有資源啊 就是我可能是 國中才有 喔 好晚喔 嗯 好晚喔 就才有那種排名的概念 你知道我們在國小 或是至少小五小六才有 好晚 真的很晚欸 因為我小學 我最常就是說什麼 你要滿分六百分 嗯 然後少一分打一下 或是 就是一顆一百分 就一百塊錢 對 或是小時候 就是用分數來換禮物 對對對 所以你就會知道說 你要到達 一個什麼樣的分數 這樣子 對 而且那時候真的是很追求 所謂的滿分一百 就是滿顆 就差錯 對 滿顆一百 這樣子 哦 真的 我記得我人生只有考過一次 全部一百分 嗯 我也是 哦 所以那個分數對我來講 是記憶非常深刻的 對 可是你那時候完全沒有 對 哇 這個 所以是 幸福的孩子 沒有欸 不是吧 我覺得 旅外再回來的孩子 尤其是跟著父母 遷徙的孩子 都一直在被迫改環境 哦 他的觀念一直在變 哦 我剛說幸福是說 他沒有分數 被搶過 要被排名的概念 哦 也是啦 你就知道我跟大家都是一樣的 我並沒有一個高低落差 因為 如果你從小覺得被排在很後面 你就會有一種 我 我就是什麼都不如人 對 有一種放棄自己的感覺 可是也是要 那個 頭女的爸媽 那時候沒有要求說 你回來還是要考幾課一百 還是要立課 哦 沒有沒有 那也好 嗯 哇 真的是 好爸媽 深感恩欸 深感恩欸 對 而且我那時候 連部首的概念 是什麼我都不知道 都沒有 哇 所以你那時候會覺得 這特別辛苦嗎 很辛苦啊 就你從頭學起 嗯 對啊 對 可是回頭才覺得自己辛苦 因為其實我在美國的時候 我媽有要求我要學寫中文 因為她知道我回來可能會蠻慘的 可是那時候就覺得 我不需要我什麼要學這個東西 所以這是自己的問題 是我的問題嗎 對 對 今天講完 我們還在那邊說她很棒啊 對啊 學習刻苦啊 對啊 自己在美國不學好 真的欸 可是我回來台灣還是有學起來 對啊 對啊 應該的 差點就錯怪了爸媽 對啊 剛剛整段溫馨都沒了 哈哈 溫馨的感受的消息 下一題 哈哈 哈哈 如果你 第十題喔 如果你能改變你成長經過中的任何一件事 你會想改變什麼 哦 哦 我想到答案很北藍欸 怎麼樣 我高中後想要去讀女校 蛤 哦 為什麼 那感覺我會很夯 哈哈 你那個時候 可能會 那個時候會喔 你想想看我大一的時候 你大一有很夯喔 很夯啊 有嗎 我去哨家 風靡哨家 那是騙年輕人啊 可是你在同輩沒有很夯 同輩蠻夯的吧 我中了很多幣 你同輩有很多人愛你嗎 沒有 沒有 對啊 不是 因為同輩 不是因為大一那個環境不是全 哈哈 所以他去女校可以愛更多人 哦 你愛很多人是不是誤以為大家都愛你 哦 可能是這樣子 所以以為自己很夯 沒有我覺得女校好像很好玩啦 就是以前 你會覺得女校好像很多同 因為很同質 選錯了 男校更好玩 哈哈 你剛才唸男校 男校有多好玩 男校很好玩 男校就 就 欸你沒這樣想 我反而 每天都發出這種聲音 哦 然後就成群結隊這樣子 哦 男校會成群結隊 會啊 就是 我以為女生才會 很多男生就是一起 的時候 就是那個智商會降低很多 哈哈哈哈 我說實話 女生在一起會嗎 不會 一頻會高很多 女生在一起會比較容易 還是女生碰到男生會 智商降低很多 哦 我不知道欸 反正有男生就 哈哈哈哈 不是 不要亂講話 對 哈哈哈哈 男生可以講自己的那個 對 女生不要講男生 哈哈哈哈 尊重彼此 好好好 真真真 但我還是真的蠻想 因為沒有其他想改的了 嗯 就是想嘗試 如果 還是比如說 希望你爸不要抽菸 哦 不會不會 我不會擠怨他力啦 哦 嗯 對啊 就是想自己的事情 對啊 想自己的事情 對 然後跟 如果說真的 那個有點太北藍的話 我在想是 就是我現在很希望可以 出國讀書 哦 但我不會覺得是我 當時那個時候 就要出國讀書 嗯 而是我現在 你現在可以啊 嗯 我現在可以嗎 對啊 可是他說希望你 改變成長過程 所以如果那個就不太一樣 哦 那你從35歲邁入到36歲 也是在 成長的過程 哦 55個都在成長 一定要這樣子 95到96也是成長 也是成長啊 哈哈 對啊 所以我覺得 那就就是 就是讀 讀 女校 對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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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在想說如果 還是我去讀女校 成長過程中 我會願意吃紅蘿蔔的話呢 哈哈 就會對我人生造成什麼改變 這很棒啊 你可能眼睛會更好 對 也有可能 對啊 你眼睛有不好嗎 近視啊 對啊 近視根本不是吃紅蘿蔔 可以治療的事情 是啊 想說要吃紅蘿蔔 吃魚眼睛 對啊 保護眼睛 對啊 梗固牙齒 胸牙齒 身體健康 骨骼強壯 哦 然後康喜健蓋 我最愛 現在還有這個東西嗎 還有還有 現在還有 但是沒有這個廣告了 對 所以你要吃紅蘿蔔 為什麼 不是啊 我以為你已經 你好不在意 你不吃紅蘿蔔這件事 可是因為你是現在就不喜歡嗎 可是如果你小時候吃的話 現在好像就也不會那麼排斥 那你小時候就要改變要很多東西的吃法 因為你現在不吃東西太多了 任何一件事 挑食 好 我希望改變 挑食 這個是 哦 這個很好 這個很健康了 很可以 繼續換你 你還沒講 我不挑食 不是啊 你 你想改變什麼事情 我想改變什麼 換個爸爸 蛤 你剛才說不要擠怨他 對啊 我只是叫你爸不要抽菸 你就叫他不要有爸爸 哈哈哈哈 太擠怨他 你到底不行 太可怕了吧 哈哈 哈哈 我可能會比較認真唸書吧 蛤 可是你那時候不喜歡唸書嗎 對啊 我很不喜歡唸書啊 嗯 也許我可以 試著喜歡閱讀這件事情 哦 不一定是課本 對對對 其實除了課本 還有其他的文字 對 試著拾起文字 這件事情 欸 這個是一個好議題 就是你為什麼那時候不喜歡讀書 是不是有一個什麼 就逼著你 或者是讓你覺得這件事不開心 我就是 對 我就是不喜歡 他不喜歡被說你要讀這一本 啊我懂了 是不是跟我 就是因為以前學生就是要讀書 嗯 然後現在 出社會就是要上班 對 那我都不喜歡 哈哈哈哈 再挑一個喜歡 我喜歡自由 老了要退休 不准 你老了也不准退休 哈哈哈哈 所以我想要在年輕的時候就退休 對對對 老了在開始工作 所以你不想要在大家 規範的時候 做那件被規範的事情 嗯 對 我的確是個很矛盾的人 我不喜歡被規範 要去做什麼事情 嗯 可是其實我又是個很喜歡尋規道局的人 對 哦 對 就是我本身這個毛 爽痛爽痛的 你的叛逆只存在於心理 痛病快樂者 痛病快樂者 嗯 哈哈哈 對 對你在心裡面叛逆 對 我希望我活得自在一點 你口閒不正直 OK 口閒體正直 對 但你沒有 我沒有 對你口閒體正直 嗯 對你就是一直閒 但是我還是要去每天上班打卡 跟讀書 跟讀書 哇 學會閱讀 就是喜歡閱讀這件事情 如果真的每一個人回去改變這件事 好像感覺世界會變很多欸 嗯 嗯 齁 欸我小時候是愛看書的耶 你不聽哈佛啊 你不聽哈佛啊 蛤 我小時候是愛看書的 愛看童書 哦真的嗎 嗯 然後那時候美國會 圖書館會辦比賽 就是看你可以 一個人可以讀多少書 他就會給你一個小獎勵 哦 好棒哦 嗯 那你有得到獎勵嗎 我好像有 齁 哦 因為我是個從小就不讀書的人欸 從很小小baby的時候 我也是 嗯 我也是 我後來發現就是 翻開以前小時候那種童話故事書 裡面全部都是塗鴉 哈哈哈哈 都是 你在畫畫 全部都是亂畫這樣子 哦 所以可以曉得你為什麼你會喜歡讀書 這是有辦法訓練的嗎 你回想起來 不是那個書的內容是好看的啊 哦 對啊 你爸媽有帶著你讀嗎 有有有 那很重要啦 我們爸媽不會帶我們讀書 嗯 對 那就差很多 所以爸媽要帶很重要 沒錯 我家是完全沒有帶著我讀書的 嗯 我小時候也沒有聽過我爸媽講的故事 哦 我一定沒有啊 嗯 我聽叔叔阿姨們講他們的愛情故事 哦 真精彩 或者聽親戚間之間的故事 對啊 親戚間的可怕的故事 對 所以爸媽的陪伴應該是 可以改變很多事情 對 所以文字比較沒有感受 所以真的要改變爸爸欸 哈哈 寄怨達利的game 哈哈 我不說話 哈哈哈 好啦 第十二題 花四分鐘時間告訴對面這位夥伴你的人生故事 越詳細越好 哦 四分鐘 可是我們很了解彼此的人生故事了吧 對 嗯 但是越詳細越好 對啊我們其實每一集 你只能花四分鐘 四分鐘 哦 等於說你要挑哪些東西來講 嗯 是一個重點 但我們不可能現在講四分鐘 但我們節目就已經可以消耗到 十二分鐘 好棒 好划算 哈哈 而且我們很常會一段 嗯 欸 想不到 哈哈哈 如果是我要花十分鐘講的話 我應該會著重在 我的家庭組成 嗯 然後 我的 球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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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整個過程 跟現在在做什麼 嗯 中間的直下轉換我應該就不會講 哦 你的agenda是這樣子 對我應該會講 然後跟我 我興趣是什麼 其實我真的是自我介紹 可是它好像不是要你自我介紹欸 它是要你怎麼樣 先臨層面的嗎 人生故事 一段故事 應該只有一個故事 哦 人生的其中一個故事 可是它越詳細越好欸 嗯 哦 所以我 那我應該還是會講 童年成長的某一個 環節 因為我覺得童年塑造了我這個人 哦 那我覺得如果我要講故事 講階段性的話 我可能會講大學時期 哦 嗯 我覺得大學時期是最精彩的時刻 應該是有我們 我覺得是這個樣子 嗯 真感恩 又來到感恩的環節 我覺得它那個真感恩 沒有真心在講 但的確也就是 如果以不同的學習階段 大學對我來說也是最有印象的 但桃女多了我們一個環節 就是碩士 對我可能會講那兩年的經驗 哦 因為瑞典的學制很不一樣 它基本上是你一個禮拜上課 另外一個禮拜就是給你自己看 老師給你的那些資料啊 所以其實很多人都會 利用那段時間我們就去出國 因為你其實在 根本沒有在看老師給你 老師上給你看資料 你在國外你還是可以看這些資料 哦 對啊 對啊 欸這個好特別好棒欸 嗯 有點像是work from home 的概念啊 對啊 問書舟的感覺 蛤真的欸 對欸 所以你不是問書舟欸 它就是整個學習下來就是這樣 它就是一個禮拜一個禮拜 對對對 哦那老師那個禮拜要幹嘛 哈哈哈哈 準備下一個禮拜 老師也出國 欸你很 你也知道要忙點 老師你薪水領半套了是不是 對啊不會啊 做研究啊什麼的啊 哦 啊也是也是 對啊 哦真的欸 那你就不用每個禮拜被綁在學校裡面 對對對 我覺得蠻好的 哦這是一個新的 展新的體驗 讓你獨立學習 哦 所以這個是你要講的故事階段 對對對 你當然是11題啦 接下來才是第12題 哦對 第12題 如果你明天一早醒來 你可以增加一個技能或能力 你希望是什麼 一早醒來 增加能力哦 增加能力哦 啊我希望我可以學會 另外一個語言 這個 哦所以它是能力 也不是什麼超能力什麼的 對啊 哦 嗯 也可以啊 你想說你想要飛是不是 對啊 我想要飛哦 我想要變隱形 你要隱形 對因為 隱形可以做很多事 例如 你可以去看 習近平現在在幹嘛 他在做什麼決策啊 對啊 你可以去 可是隱形不能穿衣服欸 因為衣服不會隱形 你要光丟丟的看到戲 所以我應該 我在變隱形之前 在習近平面前裸底 裸著看他 我可以 我可以先在台灣隱形 然後搭船 搭飛機 反正我隱形沒有人知道我在飛機裡面 不用過海關 所以這樣空姐也不會檢查你的安全帶 是不是 對啊 可是我會過那個熱像儀 哈哈 然後就發現 可是如果這個機位是滿的 你要坐哪裡 空姐腿上 哈哈哈 就是 你會有重量 因為我變隱形之前 我要先去廁所 把衣服脫掉 不是 那我脫掉衣服要藏啊 為什麼想個帥一點的 你還會去廁所脫衣服 感覺很狼狽欸 難道我要在大庭廣眾脫衣服嗎 也可以啊 你已經隱形了 沒有人知道你是誰 而且 就是想說 那我的那一套衣服要收在哪裡 因為我變回來 所以我還要穿 隱形那是背後背包 收在包包裡 哈哈哈 不然他要回來 然後他沒衣服穿欸 欸隱形好麻煩喔 對啊 沒有那我換一個簡單的 我要隱形斗篷不就好了 哦 就整個罩住 他不是說你堆一個東西 他是你要堆一個技能或能力 好吧 對 哈哈哈 你只能隱形 我一定可以想出辦法 我還是要隱形 我一定可以想出一套完整的領域 完整的隱形方式 哈哈哈 隱形SOP 注意事項 哈哈哈 那是不能穿戴髮飾 對啊 跟泡文犬一樣 就是你不可以有心臟病 然後 幾度以 就是幾分鐘要起來休息 對 不可以經過熱像儀 哈哈哈 哈哈哈 忙好了 忙好了 哈哈哈 好 ok 有能力要有代價嘛 必須要想好 哦 okok Gigi呢 想要什麼能力 呃 我想要賺大錢的能力 哈哈哈 我好普通哦 因為你想要 你可以伸出鈔票 你是不是已經有了呀 蛤 我有嗎 你這個書法很好啊 你已經在賺大錢了啊 對啊 你想想看你年終幾個月 對啊 哈哈哈 是硬 是 是我們的幾倍 對啊 但是不敢順 哈哈哈 剪掉剪掉 哈哈哈 沒有要剪掉 我要抓回來 哈哈哈 我一定會從剪輯表面 把它抓回來 哈哈哈 對啊 我應該這樣講啊 你可以 你可以說 還是你要 無時無刻都可以 那你覺得賺大錢的能力 到底是什麼 不用賺啊 你應該是 或者是 不在乎錢的能力 沒有沒有 應該是 你隨時隨地 怎麼想 就會有怎麼樣多的錢 可以用 因為你還是要有 思考就有怎麼樣的生活 是不是 謝謝姐姐 對這句話很棒 他一想就可以製造鈔票出來 哦也可以啊 或者是 製造鈔票的能力 你可以魅惑他人幫你付錢的能力 哦 這個好 這個好 這不錯 這個好 這個好 已經找到了 對對對 魅惑他人幫我付錢的能力 他剛剛那個 哦那是這樣子 就是有一種 就是這個了 就是他了 我為什麼要自己賺錢 別人幫我付錢也是 對啊 魅惑他人 對對對 開始貼球包羊 哈哈哈哈 很好欸 很好哦 魅惑他人這個很棒 而且你可以選擇你要劫富濟品嘛 你可以魅惑超級有錢的人幫你付錢 嗯 然後超級有錢的人幫你付錢養 窮的人 哦我們要當廖天丁 哈哈哈哈 我養我自己就可以了 你這個能力不善用嗎 不用啊 而且我們都沒有任何人講說什麼 我們要回到 我們要時光季或任一門 哦 那也很好用啊 其實我們都沒有人提 任一門我可以欸 你可以 可是那個不是能力啊 那個是道具 對啊 你可以任意的飛到任何地方 或是 我有能力製造出小叮噹的能力 好像有點太貪心了 哈哈哈哈 好我覺得魅惑他人對我來說就非常棒 魅惑他人 對 欸那你變隱形 除了想看習近平 還想看誰啊 普丁啊 你怎麼都想看政治人物 你都想看一些獨裁者 因為我就是做了這麼多 不想回去看看前女友過的怎麼樣嗎 哦 不會還好 我不在意 哈哈哈哈 少在那邊套我話 哈哈哈哈 看看高中老師過的怎麼樣啊 也不在意啊 哦那是國中老師 你是不是那個 哦國中老師 對 哈哈哈哈 還講錯故事 哈哈 因為我就想說 我就做這麼多 國際新聞 可是對我來說 我想要獨家 這樣 欸可以 我獨家 可以 新聞獨家 沒有或者是說解答嘛 很多東西我們都只是在猜測 嗯 去解答啊 或是去預測下一步是什麼 然後我就變成英雄 哦 我聽錯 我是說可以去預測 我也想要去浴室跟廁所 哈哈哈哈 去變成硬金 哈哈哈哈 嚇一跳呢 OK 欸我們玩完第一階段了 對 好 嗯 那麼來第二階段的第一題 嗯 如果有一個水晶球可以告訴你 關於你的所有事 你的人生 你的未來 你最想知道是什麼 水晶球哦 你只能猜一件事情 最想知道對不對 魔鏡啊魔鏡 誰是世界上最美麗的人 你確定你要問這個問題 我現在已經有魅惑的能力了 不是 我可以魅惑魔鏡吧 不是 魅惑水晶球 我怕你得到的答案是 你不是你想要的呀 那我就去 把它摔破 對 結果我是巫婆 真的欸 對 其實我完全不會想要知道 我人生我的未來是什麼 嗯 我也不會想知道我的未來 因為我覺得好像 一知道 他就是定了 可是明明 就還有很多改變的機會 而且 對 如果是好的 你當然就覺得OK 不好的怎麼辦 蛤我反而會想 就是如果 我知道我 這一生再也沒有 再 就是不會中 樂透彩 哦 你就不會去買了 那你就失去買樂透彩的樂趣 還是我們可以到 呃 未來的某一個時間點 看那一天的存款金額大小 也可以 也可以 那你不知道怎麼花掉的嘛 對不對 對 那就表示你沒有好好花錢 你只是知道那個數字 可是你不知道中間的過程 我是怎麼達到那個數字的 所以它可能很少 那這個很少到底是你中間是 你很灰濾把它花掉了 還是因為你怎麼樣 才達到這樣 或是很多 那是你都沒有花錢嗎 還是怎麼樣 那你就可以去思考 如果未來到這個時間點 是這樣的金額的話 那我中間我可以去怎麼樣 精彩自己的人生 可以耶 嗯 可以 就是一個 一個 你的 你知道中間在哪裡 就是路線你自己畫 對對對 但是我剛剛想到一個關於過去 我本來想說這個題目怎麼會想說 呃你的人生 因為已知的事情 我幹嘛還要送出水晶球 後來我想想的是 比如說好了 在我爸媽離婚 爭取我扶養權的時候 他們怎麼想 我覺得這個好像也是可以去想說 嗯嗯嗯嗯 過去有一個環節 我不懂 我卡住 然後我想解答這個環節 這也可以 對不對 解開心解的一個方式 對啊 解開心解也不錯 嗯 所以 但實際上 我自己的話 我本來想要說 我想要知道自己怎麼死去 但現在好像覺得 這件事情好像知道也沒有比較好 對啊 因為你就會開始擔心 那個時間的到來 嗯 對 哦 你知道怎麼死 比如說你得癌症 你就會開始防癌 這樣也很好啊 哦 這樣也很好 但你還是得了那個癌症 你不會覺得你這一生 就是白費了嗎 哦 你這麼努力的去 防治這件事情 但最後你還是 因為這件事情而走掉 哦 這像什麼 就像古代的皇帝 一直努力的要長生不老 嗯 最後他還是走了 重金屬過世 對 沒錯 哈哈哈 來人啊 贏真 互駕 互駕 不是啦 重金屬是吃那個仙丹啦 他們以前是練金屬的仙丹啦 吃太多那個了 胖菊最後吃那一顆 我以為是會飛到月球去 飛到月球去 說什麼 嫦娥啊 嫦娥不是飛到月球 為什麼是嫦娥 好 對不起對不起 我剛剛就上你了 但我那一天 在跟小花聊這一題的時候 他講了一個答案 我覺得很重要 他說他想知道他 的使命是什麼 嗯 因為 好老闆的想法 欸對 使命 就是他這個人 就比如說他 我可以為他人做些什麼事嗎 或是 對 因為你會有時候會覺得說 就是 我好像都沒什麼貢獻 或是我 我這個人 就是 浑浑噩噩的一輩子 有沒有一件事情 是我被生下來之後 我被賦予的一個使命 那我就會知道說 啊 如果我知道這使命 我就會去很認真 很熱衷的去 努力做這件事情 可是 他是你的使命 但你不喜歡他呢 可能 你會覺得 這樣你就會變成是 你背負一個 好像被強貫的責任感的感覺 可能 對他來說 那個使命是指說 他想要做什麼 可是他卻不知道他 可以做什麼 對 對 找個目標 然後 然後 我覺得使命 背後帶來意涵是指 其實你有這個能力 只是你還不知道 你原來你應該要運用這個能力 去做這件事情 嗯 比較正向的部分 比較正向的部分 對 像他 他會問這問題 其實因為他覺得 我已經找到我的使命了 嗯 可是他好像還沒找到他的 怎麼會 怎樣 他創造了台灣美學啊 對啊 對啊 台灣櫻花樂 對 這其實蠻重要的 對啊 他會不會只是不夠自信 有可能是 你突破他的盲點 欸 花 你很棒 櫻花樂的圖案都很美 你把櫻花樂弄得很好 弄得 沒有你的經營櫻花樂 可能早就倒了 啊 這倒是 就他剛才財務長跟人家長 對 他是財務長 對 沒有錯 好 花 給你聽 花 棒棒的 花 怎樣 你要講的 你最棒 哈哈 好爛 哈哈 好 再來 好 第二題喔 有沒有什麼事情是你夢寐以求想做的 為何你沒有做這件事 夢寐以求想做 我已經快要去做啦 你們現在聽到的時候我已經做完了 滑雪嗎 對 喔 滑雪喔 對 我已經做過了 謝謝你 我現在的夢寐以求是環遊世界吧 喔 我也是 最近有郵輪你有看到嗎 你說環遊世界的郵輪嗎 最近超多廣告的 嗯 我沒看到 然後多少錢 30萬以... 起 超便宜的 喔 30萬就可以環遊世界喔 但就是要把你關在船上 一直開 對對對 這樣不是我想要的環遊世界 你是GPS型的環遊世界 還是可以下船啊 可是可能就是彩電 那一種 那好像也OK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環遊世界喔 嗯 我還蠻想環遊世界的 喔 好 甚至我覺得最理想的工作狀態 就是我可以到世界各地工作 現在都有那個數位遊牧啊 嗯 但是說遊牧是不是還蠻偏就是軟體業 或者是就是一些公司自由業 對 就是我的工作型態是不可能離開辦公室工作的 而且我反而覺得以我們對你的認識 你如果突然間可以數位遊牧 你應該會很慌張吧 突然間嗎 就是你會沒有人管你 你沒有那個循規道局的規律 你會不會蠻手足無措的 應該是 我覺得應該比較像是 我在一個公司上班 但是那個公司可以讓我在 各個地方都做 他要我做的事情 喔 就是我保有循規道局的部分 跟我人身自由的部分 有什麼樣的行業是可以這樣 醫生 嗯 律師 律師不行 因為律師你要到特定的場所打官司 喔喔喔 對 所以你一定不可以是世界各地 醫生就可以到處醫了 就是你只要是透過網路跟別人聯繫的 譬如說客服 嗯 或者是企劃 或者是什麼 就是你只需要交 嗯 交一個報告 或者是與人聯繫的這樣子 但是不用真正見面的 嗯 好像可以試試看欸 嗯 但是我覺得你現在的工作很好 你放棄你會很難過 你會沒有本錢可以環遊世界 喔對 沒錯 太棒了喔 I love my job 啊 一個死胡同 哈哈哈哈 對 對啦 所以你們兩個都是環遊世界 嗯 對 欸我有講過我的了嗎 滑雪嗎 對 如果撇出滑雪 好像就是出國念書吧 嗯 我或者是 我覺得 我可能真的也不是要追求念書 就是 其實我那天去中研院演講的時候 我當下在那個院區裡面走 就覺得這就是一個 夢寐以求的場域 嗯 就是我可以 做研究 一直做研究 然後 時不時就是校園走走 喝杯咖啡 然後到哪裡就地方繼續做研究 嗯 一直在想事情就好 很適合當教授欸 可是教授要教書啊 喔 你不喜歡教書是不是 嗯 我不喜歡 我感覺你滿喜歡的欸 我不喜歡 你喜歡在課堂上語言互動 因為我覺得 我想要 全 花全部的心思做研究 都在做研究 但是好像就也不見得是 所謂的出國讀書 那你可以當博士生欸 你知道國外博士生 其實是一個職位嗎 在瑞典啦 可是他就是要工作啊 他不是也要教書嗎 就是他的研究就是他的工作 喔 好 博士生喔 真的喔 好像可以試試看欸 或是你去中研醫院應徵 也可以齁 因為其實我做研究過程 我還是可以繼續做明記全讀啊 所以我研究出來寫的東西 對 應該可以 那好像可以去做了 因為我覺得 我們以前都會只是覺得 當我要做這件事 我一定是出國念書 或者是說念書 才能做這件事情 所以我才會一直沒有去做 對 你做研究本身就是在念書 對 對 好 定案了 好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 明年出發是不是 不行 我突然想到我以前 曾經有想過做一件很瘋的事情 怎樣 你們記得我有一陣子 就是非常迷戀北韓的事情嗎 有 我就看一堆北韓的書 有有有 你就跟我說 然後查一堆北韓的資料 然後我想去解救北韓的人 想去解救北韓的人 對 不是只是去旅行而已 呃 旅行是其中一個選項 然後 因為我都看他們就是 逃離那個北韓的路線 對 拖北走 還是我就帶他們走 哈哈哈 你會腻死吧 哈哈哈 我不會游泳 對不起 抱歉 哈哈哈 可是我覺得應該可以欸 你說去北韓旅遊 這現在不難啊 對 旅遊不難 甚至我在 就是我看過有人就是 旅行社 他們是在辦那個平壤馬拉松 有有有 你可以去平壤跑馬拉松 平壤馬拉松蠻有名的 嗯 姐 但是要先跑步 嗯 我們先旅遊好了 哈哈哈 這個很可以達成 這可以成為你明年的目標 好啊 你明天生日去北韓好了 我先去埃及好了 哦 你想先去埃及 我想先去埃及 為什麼 最近就好想去埃及 我不知道為什麼 可能是受到什麼金字塔的召喚吧 還是外星人的召喚 可是你明年就不會想去的說不定 你這個人這麼 噢對啊 變化這麼大 結果明年還是去日本 哈哈哈 到底 去幾次日本 哈哈哈 好 我覺得我們今天 其實這個題目真的要做上中下集 太多了啦 真的耶 我們才在第二階段的第二題嘛 對 所以我們才做了14題而已 嗯 對 好 然後反正 很多題目其實到後面 我覺得有些時候可以做成一整集來聊 哦 我們就放寬心 接下來不說破 36個禮拜 哈哈哈 不一定要跟別人玩 你也可以自己問自己 哦 是一個蠻好的反思的題目 好 但我問個問題哦 為什麼這個叫36題愛上你啊 我感覺我們剛剛都在討論自己的想法啊 她這個 她的文章標題是 愛並非偶然 36個讓你跟陌生人 墜入愛河的心理學問題 嗯 可能是指說 呃 你會看到她的內在吧 哦 然後 因為這些問題其實蠻反思的 對 當一個人反思 可能就會有一點魅力 或者是覺得她有在進步 我在思考的時候 魅惑能力上升了嗎 哈哈哈 所以你透過這個就可以訓練你的魅惑 聽完這集的各位 愛上自己了嗎 被我魅惑了嗎 哈哈哈哈 我是顯然沒有的 好 陶女你覺得呢 也沒有哦 因為我們只答了14題而已 對還不夠 我們答完36題你就知道了 愛上你的路上 哈哈哈哈 在路上 哈哈哈哈 對啦 所以這個大家可以自己去搜尋這個標題 然後來玩玩看 嗯 然後也可以先跟我們一樣玩到第14題 接下來下一次我們再來一起慢慢解答 好的 好 那我們要來念贊助留言 對 來的 那我先講一下 其實我們的YouTube也可以贊助 然後也有人贊助了 那這一個 我就不念名字了 她就說 跟三位講一件事情 我男友的姐姐得輕度憂鬱症 最近心情很複雜 不知道該怎麼陪伴男朋友 因為她為了家裡的事情 常常脾氣暴躁 我有傳真是抱歉給男友 想推薦她聽 但她不愛這方面的點點點 不好意思 這方面的是一堆廢話嗎 對啊 沒有放上嗎 一堆 我們是哪方面的 哈哈哈哈 真的還是哪方面的 是比較不震驚的不震 哇 可是憂鬱症真的是 蠻辛苦的 尤其是家人也會蠻辛苦的 對 就是 我們身邊也是有一些人 有一小部分人憂鬱症有發作 然後 她真的是 你會試想關心她 嗯 可是當你沒有關心她 或是你關心她的力道 可能不夠強烈的時候 她會想得更難過 她會說 你怎麼今天沒有跟我講話 對 或是我以前發現動 你看完之後 你會傳訊息跟我說 哇 你很棒 但你現在怎麼看完了之後 沒有傳訊息給我 對 其實我是不敢 不敢做這件事 因為覺得自己好像沒有能力 嗯 她可能需要一些醫療的幫助 對 所以不知道說男友的姐姐 有沒有去 就是求助 尋求專業的幫助 對 專業的幫助 因為我覺得有時候是說服她是最難的 嗯 對 對 這個階段是最難的 對 那但是就是 也不用一定要推薦我們的節目給她 就是 她可能 我覺得對於你的男友來講 對她來說最大的幫助 應該是解決姐姐的問題 嗯 就是如果沒有解決姐姐的問題 可能 你推什麼東西給她 或許都 她會覺得 啊 我還沒有處理最困難的問題 嗯 我怎麼看就是享受 對 我怎麼會就是去想 想 想做別的事情 想要聽這些歡樂的東西 我現在怎麼可以笑 對 又不會是這樣子 好啦 但是真的要加油 真的加油 然後醫療幫助 現在應該市面上蠻多醫療幫助的 這種身心科啊 或者是 呃 可能有一些方法吧 我覺得啊 如果說 你真的想要幫男朋友的話 嗯 我不知道也如果多幫她找一些資料呢 找一些 可以幫助她姐姐的管道 嗯 做一種輔佐的角色 嗯 可能會 因為我覺得她 如果很想要幫忙姐姐的話 應該自己也做蠻多功課的 對 就我那時候會想說 那會不會她只是會覺得說 這些我都看過 喔 也有可能 喔 陪伴啦 就陪伴就好了 嗯 聽聽 然後關心她 這樣就好 對啊 好 因為這個就是 很像是 呃 我聽你抱怨 可是我不要任何的方法 我只是要你聽我講 嗯嗯嗯 等你朋友都這樣 所以有時候不見得要 你真的給她什麼方法 真的做什麼 對對對 陪伴比較重要 祝你們順利 嗯嗯嗯 喔 然後這個 同一個聽眾 他其實在前面 過年那一集的 就是我們講過年必做的事情 的那一集的時候 他也有贊助 而且那是他第一次贊助 他說 使用YT以來 第一個想懂內支持的頻道 也訂閱很多知名的 網後頻道都很喜歡 但宣誓讓我想花錢支持的YouTuber 第一次使用超級感謝 每週二都在等真是抱歉上架 好讚喔 謝謝你 真是有第一個贊助針對你的 也恭喜你 哈哈哈哈 因為他上次在什麼 碎念卡咪是不是 對 哈哈哈哈 好像是我 是我 哈哈哈哈 好生氣喔 謝謝這位 然後再次祝你們家裡 可以順利的渡過難關 嗯 好的 好 那我來念這一個贊助喔 好 好 他是 他說 太好笑的一集 到森林公園敲愛的響鐘 就是我們講初次約會的那一集 然後他就分享了自己 第一次約會的那個 小情境這樣子 真的嗎 對 他就說 他們就約去吃鰻魚飯 結果整場約會 兩個人在挑魚刺 非常地不浪漫 好棒喔 他說挑完魚刺之後 就無心認識對方了 因為實在太累了 哈哈哈哈 他說 也許這也是一個 敬可攻退可守的約會地點 哈哈哈哈 非常的幽默 感覺他們可以邊挑一次邊問說 那你請問 36題愛上你開始問 哈哈哈哈 非常喜歡這個留言 真的呀 這個贊助很讚 喜歡 其實大家都給我們這些荒謬的故事 謝謝 讓我們笑一下 對 好 那再來這一個 他說 池萊的小紅包新年快樂 喔謝謝 所以他是在新年時期贊助 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我們三月還要跟他說新年快樂 哈哈哈哈 好多好愛說新年快樂 對 好再下一個 好 唉唷 這個又是卡咪了唷 我了嗎 卡咪 我了嗎 他說呢 萱的咖啡來了 哈哈哈 耶 耶 耶 哈哈哈 闖到還是有用呢 哈哈哈 謝謝卡咪 他說 我每個月也是有請敏迪喝咖啡 噢 所以他每個月本來就有用一杯咖啡的錢 謝謝卡咪 你現在要跟他道歉 你真的是要喝幾杯咖啡 對啊 哈哈哈 咖啡一中毒 哈哈哈 謝謝卡咪 他說 因為真的很少聽敏迪 哈哈哈哈 他說現在啦現在 現在 那他說原因是因為 有時候新聞就是要很專注的聽 那所以他上班時候就比較不適合 啊上班聽真是抱歉嗎 大家都睡前聽好嗎 卡咪 對啊 然後他說但是通勤的時候要看票寶的影片 哦 很棒耶 謝謝卡咪 所以生活中真的好需要票寶的笑聲 哈哈哈 尤其是萱的 請萱不要難過 哈哈哈 OK了 謝謝 需要人家安慰你到這種程度 哈哈哈 你現在笑得何不攏水的 哈哈哈 對啊 喜喜與色 哈哈哈 真的是 哈哈哈 愛你卡咪 哈哈哈 好 好 那我再唸一個就好了 好 這個呢 他說該贊助了 打字打了第三次 不要再跳掉了 我要趕快付錢 哈 他就是想要趕快給我們錢 好棒喔 但是哪個平台這麼不中用 哈哈哈 抱歉 這個是萊佩的平台 哈哈哈 我們檢討 好 我們給他那個平台一心一心負評 哈哈哈 謝謝不用了 哈哈哈 好的 謝謝大家的贊助了 那我們就下禮拜見囉 下禮拜見 拜拜 拜拜 拜拜